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则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人情 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萨迦班智达更改 见母圣所造的量力宝藏论》 量力宝藏论当中 现在讲的第四品里面 第四品里面正在讲 前语的详细分类 详细分类当中 前面已经讲了 前语的真实分类 所谓的前语有有时前语和无时前语 有时前语又分为明言的有时前语 和行识的有时前语 无时前语也是分两种 总共有四种 前面就已经讲了这个问题 那么前语呢 前一段时间也给大家讲过 这个所谓的前语的概念 非常重要 大家无必要搞清楚 如果我们隐秘的前语没有懂道 就像我们《居士论》里面 所讲的得法 得顺 得顺的概念 在居士论当中比较难得 在隐秘当中 一个是退理比较难 第二个 前语的道理比较难 尤其是前语没有懂道的话 隐秘的很多药业 很难以通效 所以大家一定要下功夫 当然我听说 有些个别的道友比较精进 就是我们讲完了以后 光录音带也听六次 七次 也有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看来比较精进 可能有些邪怠的人 一次都是不想听 这种人比较起来的话 应该说是比较精进的 那么我们今天讲前语 在外境当中不存在 主要讲这个问题 讲这个问题 破别人的观点和破的理由 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真实宣说 也就是说 真实宣说 破别人的观点 萨迦班智达应该建立自宗的时候 所谓的前语 昨天已经讲得清楚 有始前语和无始前语 当然名言的前语 可以包括在有始前语和无始前语当中 如果这样 萨迦班智达自宗的前语分类是多少呢 应该说四种或者两种 这是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有个别的一些论师 他们认为所谓的前语 在外境当中也有一个前语的概念 这样的说法 这种说法我们下面进行破析 在颂谱当中是这样说的 前语来世缘去世 无情外境无前语 萨迦班智达自宗说得非常的清楚 所谓的前语 我们前文当中也已经宣说过 所谓的前语就是以分别念来取 外境中向的一种缘去方式 它并不是外境 也并不是有境 应该说是取外境的一种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说是在外面的无情上的 无情的柱子 瓶子等等 这些物质上 所谓的前语 正式语当中是不存在的 当然按照萨迦班智达的观点 也是加厉的 或者说前语的概念如果存在 也并不是矛盾 不会有什么大的矛盾 下面我们可以剖析 那么它的意思 大家应该清楚 就按照萨迦班智达的观点 所谓的前语全部归纳起来 应该是分别念 执著外境的一种方式 这一点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呢 我们以分别念去外境的时候 外境的中相在你的分别念面前显现 显现的时候 并不是自相的方式来显现 应该是中相的方式来 比较模糊的方式来显现 这就是前语的概念 前语的定义也应该这样的 通过否定的角度来 断除他的违品 这样的一种去中相的方式 叫做前语 那么在这样的观点当中 外境当中的前语不能承认 那么什么叫做外境当中的前语呢 当然在这个方面 可能观点比较多了 以前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讲英明的时候也再三地说过 尤其是在讲前语的问题上 藏传佛教来讲 也是各种教派的大德们 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是各说纷纭 目中一世 应该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但是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分析过 以前比较怎么说 年轻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重视 白天晚上有时候 下午黄昏的时候就开始辩论 大概到了半夜山根 一直说在外境自想当中 是前语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在这个问题一直变 一直变不是一天两天 几个月几个月的问题一直在争论 但这个实际上应该说 在我们的英明历史上说 不管是印度还是藏地 对前语 自想上是存不存在的 观点上应该说是有一些分析 撒迦班智达这里面 下面也有一些理由来进行破斥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所谓撒迦班智达的智中 应该知道 所谓的前语有两种 一个是心事前语 一个是无者的前语 无者的前语 相当于是昨天 我们所讲的无事的前语 那么所谓的心事前语 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要执着品质的时候 这个品质的概念 在你的意识面前现前 那么在分别念面前现前 这就是有事前语 或者说是心事前语 然后还有一种无者的前语 这个无者的前语 比如说我们执着品质的时候 在执着品质的同时 有一个微品非诸子 就这样一个空的地方 那个实际上并不是柱子的本体 已经遣除了柱子的本体 这个梵体称之为无者的前语 应该说是无者的前语 遣除了本法的 不存在任何东西的 空等等的梵体 我们安立为前语 这两个前语 两个都如果归纳起来 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的 去外境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观点 自从应该是可以承认的 它主要说破的对境是什么 它这里下面说是 外境当中的自相的前语 根本不存在 那么这个外境的自相前语 谁是承认存在呢 就一名前派的 以前我们提过 藏娜霸 《众地生亏》 《前文》当中也提及过他的名字 藏娜霸论师等等 有一名前派的一些论师认为 不仅是我们心事的前语 无事的前语存在 再加上有一个外境当中的前语存在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们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瓶子或者柱子 这个本体实际上它遣除了 从瓶子而言 它遣除了瓶子以外的 柱子 雪山 狮子等等 这些东西 从自相上已经排除了 自相上已经排除的话 那么物质的自相上 应该是有前语的自相存在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这个问题上面 当然在印度来讲 以前金明论师他所造的 量学正理论 量学正如论 量学正如论当中已经讲了 所谓的前语有三种 第一个是无者的前语 第二个是心事的前语 第三个是自相的前语 然后这部论典的节是 量化节所造的 也就是说 量学正如论事 这个论典当中也引用了 许许多多的教证和理证 而也宣说了 所谓的前语是分三个方面 刚才所讲的 所谓的物质前语和心事前语 还有外境前语 分了三种 但是他们的观点 跟一明前排的观点 还是有所不同的 他们虽然承认 外境自相的前语 但是这种外境自相的前语 只不过是承认的概念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承认 是真正的 自相的实体存在 这种前语的实体 并不认为是存在 同时印度的一些论师 天智哉会论师 在他的一明诸书当中 也已经讲了所谓的前语是分三种 据说以前解脱缘 来缘的缘 解脱缘论师也承认 所谓的前语分三种 只是印度论师们承认为 前语三种大概有这么多 还有以前那个圣法论师 据说也承认是两种前语 而藏地学悦来讲 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们萨迦班智达 他承认所谓的前语 大体上应该是两种前语 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有时的前语和故事的前语 萨迦班智达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萨迦班智达后面 格鲁派的克兔吉派 克兔吉论师 他也跟印度论师的观点比较相同 所谓的前语分三种 第一个就是说无者的前语 然后心事前语和 自相前语 但是它分的方式 有点不相同的 它是所作作业作者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那么作业 实际上是自相前语 什么叫做自相前语呢 因为自相实际上是排除一切 非自己本体的根本 所以叫做自相前语 然后所谓的所作 所作实际上是无者前语 那么无者前语 也就是说 执著这个法的时候 宁悦的那个法 不存在的空的部分 或者是梵体的部分 叫做无者前语 然后心事前语 它认为是作者 作者当然是 最主要的前语 因此在克兔吉的 《处案庄严论》当中 就是《一明其论》的 这部论典当中 《一明其论》的中说吧 我们可以介绍 《一明其论》的中说当中 已经说了 在所有的前语 大体上是可以分三种的 但是后面的自相前语 只不过承认为是一种加厉的 因为真正物体的自相上面 没办法可遣除的 所以说它是一种加厉的 然后前面的无者前语 实际上也是一种加厉的 主要的前语 就是心事前语 萨迦坎之达 克兔吉当时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萨迦坎的那个 格仁巴尊者 格仁巴尊者 他在解释《量力宝藏论》的时候 也大体上跟前面的观点 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也承认是无者前语 心事前语和自相前语 那么无知前语也是承认为 外境不存在执著的前语 就是从对境角度来讲的 然后心事前语 但心事前语跟其他有些论师的观点 稍微有点不同的 因为我们其他的很多论师 所谓的心事前语 刚才萨迦坎之达也讲了 这是分别念执著外境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中相已经显现在 你脑海面前的一种影响 叫做分别念的前语 也叫做心事前语 但是萨迦坎的格仁巴 他通过分析以后 说所谓的心事前语 并不是外面的分别念 应该是 心事自己的本体 心事的自相 这方面跟其他的论师 有点点不相同的 那么最后所谓的 自相前语 也就是说 外境的自相前语 也不禅认为是 真正的石油的东西 不是真正的 他也已经安立了 所谓的自相前语 只不过是要耽着对境的时候 这个对境的事物没有存在的话 不可能把它执著 为真正的自相的法 他也举了一些例子 真正的自相前语 实际上是 无者的前语也是具足的 它又遣除它的空的部分 然后心事前语也是存在的 心事的中相也是存在的 自相前语也是存在的 因为没有一个自相 实际上这个法的中相 是不可能显现的 真实的前语 具足这三种条件 而颠倒的前语 不一定具足 比如我心里面 执著为是常有的身影 常有的身影 虽然它具足 心事的前语也具足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无知的前语 也是具足的 但是对它来讲 自相的常有的身影 是根本找不到的 所以这种叫做 颠倒的前语 当然我们今天前语的观点 稍微不分析一下 可能有些道友不清楚 按理来讲 我们第一次把所谓的音名 字面上解释 这些各种不同的观点解释 恐怕你们有些 个别刚学音名的人有点 心里面很多的前语 不一定装得下 但不管怎么样 我想我们以后 如果经常没有学习的机会 大概都有些道理 明白一下 也是可能稍微好一点 刚才我们讲了前语的问题 前语的问题 一个是执著觉的观点 还有个人吧的观点 以前上师如意宝 当时讲过执著觉的一名众说 当时宣讲一名众说的时候 执著觉专门对撒迦叛指导的 尤其是在前语的问题上 也发了很多的态果 我想我们这里就没有必要 给大家一个一个地说吧 因为这个问题 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习气比较重的 就是对很长时间当中 专门学习过 说有时候他们之间的一些辩论 心里面比较清楚 但是我想今天 世间观星不在这里 宣说 总的来讲 格仁巴在他的《英明论书》当中 所谓的前语也是分三种 那么这三种观点 基本上跟其他有些论师的观点 应该说是比较相同的 而麦彭仁波切 在他的有关论述当中 比如说《智之入门》里面 所谓的前语讲了两种 一个是自相外境的前语 还有讲了心事的前语 就讲了两种 然后《诗量论大树》里面 讲了三种 但是麦彭仁波切所承认的 自相外境的前语 是不是成为 萨迦班智达在这里面 折破的对境呢 不会这样成为 因为《诗量论》当中 比较明确的说明 《诗量论》的诸数里面说了 所谓的自相前语 在名言概念当中 就是无必要分出来 当时麦彭仁波切说的是 名言的概念当中 而记得上师如意宝当时 宣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他们在失去求学《诗量论》的时候 当时特贵如意宝的弟子当中 对一名非常精通的 有一个叫做 哈智仁波切 哈智仁波切当时一再地强调 麦彭仁波切在这里 所谓的名言概念 宣讲外境自相前语的时候的 名言概念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他的深深的道理 而且上师如意宝也再三地讲了 我们学习《量力宝藏论和》 然后麦彭仁波切的 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了知到 实际上麦彭仁波切也是承认 所谓的前语 主要的前语 我们形式的一种判断 形式的一种破裂 然后真实的外境当中 不可能有存在的 但是外境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宣说任何一个法的时候 这种自相的前语是可以承认的 为什么这样承认呢 因为比如说 我们判断品质的时候 实际上判断品质的自相 应该并不是外面的其他法 我们所判断对境的自相 实际上应该远离了其他的法 从我们分别念的角度来讲 应该可以这样安理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以前在印度的梵语当中 印度的梵语里面 所谓的前语叫做阿索哈 所谓的阿索哈 也是前语的意思 他这个阿索哈 音声出来就有能前和所前 有两种意思 就是能前和所前 那么我们刚才承认的 自相的前语 外境自相的前语 从所前的角度来讲 应该可以承认的 但是所前是不是 真正的遣除物质的本体呢 这是从所取的角度 与我们心事有关系的角度来讲 这个也可以安理为 自相的前语 如果你对自己的心事 毫无相干的情况下 是不是凭致自己的 本体上有一种前语呢 这个是绝对不会有的 这一点就是 麦彭仁波切的《诗量论》的 从头到尾的所有的 文字当中根本不会发现的 因此我们以前的有些道友就认为 就是麦彭仁波切在文字上 承认自相的前语是存在的 那么不仅是麦彭仁波切 刚才所讲的金明论师 莲花金论师 以及许许多多的 这些藏地和印度的论师 都认为是自相的前语 但是这种自相的前语 有理由两种 一种对有境的心事 毫无相干的 外面独立自主的 自相的一种前语 这种前语 我们的全知门彭仁波切 以及K主杰 果仁波当不会承认的 但是你自作外境的过程当中 就像我们平时所谓的 索取那样的 这种自相的前语 应该是可以承认的 但这样承认 萨迦班智达在这里面折破的过失 有没有呢 绝对不会有的 那么有些人 以前也是这样提出过 在辩论的场所当中 经常说 我们不说心事 你这个外境的柱子 实际上它排除没有非柱子 如果非柱子已经排除 说明自相的前语 外境当中是存在的 如果它没有排除 那么柱子就变成瓶子 瓶子就变成雪山 所以所有的万法 自己这种不共的本体 没办法显露出来 有些论师 有些道友 以这种方式来说过 但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所谓的遣除 全部是用分别念来安立的 本来一切万法 虽然它的本体 与其他任何一个法 没有相差 没有差在一起 比如说柱子的本体 瓶子的本体 以及牦牛大象的本体 各自存在的 但是我们所谓的 遣不遣除 遣不遣除讲的时候 应该属于在形式上的 一个判断的问题 破力的问题 而形式 如果没有破和力 在自相的物质上 破和力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这一点我们过一段时间 讲相受瓶和相微瓶 相微瓶的时候 也会了解的 因为物质的自相上 根本没有这两个物质 互相有关系 这两个无常互相排斥的 这是物质的本体上 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但是我们分别练暗力的时候 火和水有相微的关系 火和它的热心有相受的关系 这是我们分别练了暗力的 这个问题我们搞懂 所谓的前欲也是在物体的 自相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所谓的自相前欲也是应该存在的 你看这个瓶子根本不是柱子 柱子根本不是瓶子 这个我们也承认 这个不是瓶子 但是它排除和不排除 破和力全部是用分别练了暗力的 这个问题没有搞懂的话 我们物质的自相上 这个瓶子它自己站出来 排除除了它自己以外的 所有的东西给我滚出去 并没有这样破过 然后它自己的本体 虽然安住于自己的本体 但是实际上破和力 也就是钱和和 全部是我们的心是来安立的 因此事物的本体上不要认为 是有能欠 所欠 或者是钱欲的这种繁体存在 这是不合理的 全部应该是安立在心上面 因此萨迦班智达 所讲的内容实际上 就是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不相伟的 如果你没有了解这样的话 实际上表面上看了 好像毕竟是麦彭仁波切 还有国仁巴 克朱吉 很多人在文字上说是 自相前于是 外境当中存在的 有这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应该可以 以这种方式来解释 这样解释的话 不但是矛盾 而且他们都很明确地说明了 因明其论的究竟观点 因此我们在关于自相当中 前于存不存在的问题上 应该说是有些道友 刚开始学因明的时候 恐怕不是特别的懂 但是你真正要了解到 麦彭仁波切和萨迦班智达的观点 他们究竟的密意是无二无别的 应该可以承认的 而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也是所谓的 心事前于和自相前于 也是承认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 心事前于 所谓自相前于 以名称概念的角度来安利 而萨迦班智达虽然在这里面 没有明确地自己承认 但他这里说破的对境 就像一名前派所承认那样 真正事物的本质上 如果承认一种前于的法存在 下面我们给他 法的太过一样 本质上如果前于存在 那么显现也应该存在 然后这样一来 就像外道所承认的 中相和别相混在一起一样 根本分不起事物的本质 所以说 萨迦班智达虽针对这种 一名前派那样的观点 而发出的太过 因此我们学习一名的过程当中 前于当然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如果再继续分析 也不是特别困难 刚才已经讲了 中而言之 萨迦班智达虽针说 第二个 如果前于物质上面存在 那么显现也应该 物质的本体上存在 这样一来 世界上所有的盲人都不存在了 不需要派对出百类症 不用了 所有的盲人就没有了 下面第一个问题 怎么讲的呢 这是从字面上看 萨迦班智达对一名前派 发出一个太过 说的是 所谓的自相语 物质上是 真正如果存在 前语的本体 比如说柱子的本体 已经遣除了其他的法 这并不是我们分别的案例 他的自相上 已经有了自相的存在 然后这个自相 实际上跟前语无二无别 而这种前语遣除了 比如说柱子的本体是前语 他这个前语已经遣除了 其他的大象狮子等外面的法 如果这样的本体 真实存在的话 那么所谓的前语 已经成了他的自相了 成了他的自相了 如果成了他的自相 那么自相 我们前面也已经学过了 已经成了更是显量的对境 已经成了现象的对境了 现象的对境 应该是无分别式的对境 也是无错乱的对境 也是什么呢 对境跟有境互相不交替 不错乱 没有明不明的这种特点 原原本本的外境可以现前 这样一来 那么所谓的前语 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成了显现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 前语的这种法相 根本不具足了 他已经成了显现 这个太过大家应该清楚吧 就是如果你真的承认 所谓的前语在物质的 我们不管是柱子也好 瓶子也好 任何一个上面 他遣除其他物质的本体存在 而且这种存在 实际上跟自相是无二无别的 如果自相无二无别 那么他已经成了显量的对境了 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 显量的对境 如果成了显量的对境 那么他已经成了无分别的显量 去自相的一种方式 已经成了一种显现了 如果显现的话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显现不是前语 前语不是显像 一个是无分别念 去远去的一种方式 一个就是以分别念来远去的方式 这样以后 隐秘的整个次第和整个规律 全部都搞乱了 没有一个真实的道理了 所以这个泰国 怎么对对方有这种过失的道理 大家应该会明白的 这是第一个泰国 那么第二个泰国 就是说 显现也已经成了相同了 意思是什么说呢 显现也同境中有 若许盲人当灭绝 所以如果你能以明前派 承认所谓的前语 在事物的自相上面存在 真实前语是自相存在的话 那么既然前语 在外境上面存在 那显现为什么不存在 道理完全是相同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前语 并不是外境的角度来讲的 也并不是有境现实的角度来讲的 就是分别念 取外境的一种方式叫做前语 那么这样一来 实际上是分别念 取外境的这种方式 在事物的本体上存在的话 那么事物的本体上 我们无分别念来取外境的 取自相的这种方式 为什么不存在 也应该存在的 只是你没有任何道理 所谓前语都是 一种分别念来取境的方式 但是它在事物的本体上是存在的 而显现虽然是 无分别念来取外境的一种方式 但是它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道理 对方是根本举不出来的 就这样一来 有很大的过失 那么在这里首先 我们所谓的显现必须要搞懂 什么叫做显现呢 外面自相的法 就是不是显现 那么无分别的事 是不是显现呢 也不是 什么叫做显现呢 所谓的显现就是 依靠外境 然后自己的形式就出现 比如说我眼睛所谓的显现 我依靠我的眼根 依靠外境 最后我的眼神 产生一种具有外境形象的事 这个眼神叫做显现 无分别念的眼神就叫做显现 大家应该清楚 什么叫做显欲呢 有分别念外境的形象 就叫做显欲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甚深的一个秘诀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千万不要打瞌睡 更不能以显欲的方式来打妄想 一定要以 意思就是说 什么叫做显欲呢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以分别念的方式来 把外境的中相出现 你的脑海里面正在 浮现出对境的影像 对境的形象 就是所谓的显欲 而所谓的显现就是 以无分别念的方式来 对境的形象 已经显现了 这就是显现了 那么在这里的泰国 还是绕一个圈子 否则直接不可能知道 为什么是 盲人全部都不存在 有这个想法的 但是在这里确实是 如果你懂得推理的方式 有这个过失 因为对方说 潜于事物的本体上是存在的 潜于事物的本体上存在的话 你看柱子的自相上面 有中相的概念应该存在的 如果潜于存在 没有任何理由显现 不存在对境上 如果显现对境上存在 那么所谓的显现 就是虚外境的 无分别念面前的形式 严实的形象已经产生了 已经产生的话 事物的本质已经存在的时候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不需要经过前面的严根 就是这些 因为盲人为什么不见世法呢 盲人不见世法的唯一的缘 他的严根不具入 但是现在 事物的现象已经存在 因为潜于存在的推理 现象已经在外境上存在 这样所谓的现象就是厌世 这个厌世已经存在 那你这个盲人有严根 无严根 无所谓的了 没有什么事了 因为潜于存在的那样 显现也存在 显现存在 所谓的现象就是厌世 厌世已经存在 那么你的严根具足和不具足 对这个人来说 是无有任何关系 这样一来 世间上所有的盲人都不存在了 为什么呢 正因为潜移在事物的本体上 存在的远离来进行推出 显现也是在事物的本质上 应该存在的 既然说显现已经 事物的本质上存在 所谓的显现并不是外境 也不是有境 就是产生的事 诸实产生的事 这样一来 你世间上所有的盲人 全部当然无存 这样以后 所有的严可 医生都已经下岗了 没有什么工作了 这样以后 他以前所学过的知识 全部就饱废了 没有用了 这样也很好 大家都还是没有什么盲人 然后聋丫 全部都一次可以退离 世间上无根不具足的众生 再也没有了 这样以后 你们一名前排为主的这些众生 所谓人生难得当中的 有些八种比喻 也可能不好具足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应该谨慎的意思 这个退出的方法 希望大家还是要看一下 这个讲诺德文波的讲义里面 说是关于前语 外境当中存不存在的问题 包括盲人断绝的问题 就是看清阿王求赵 他在讲义里面讲得比较详细 以前我照了一下 也没有特别的广 但是基本上推离的方式 应该是相同的 讲论德文波在讲义里面 首先说是 堪布阿王求赵 堪清阿王求赵 后来阿求 对他称呼的名称 越来越简历 刚开始的时候 大堪布阿王求赵 他当时这样讲的 后来大字没有了 堪布阿王求赵 堪布也没有 阿王求赵也没有 这是你们倒是看一下 这个讲义就会知道的 总而言之 我们这个推离 希望大家一定要能推出来 回想看怎么样推啊 为什么是盲人断绝的过失 怎么有 这个问题应该大家了解一下 下面第三个问题 讲隔子案例 隔子案例的时候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有识名言和 有识行识的谦语 全部合而为一而宣说的 然后下面讲无识名言和 无识行识的谦语 也是合计来宣讲 首先是第一个 讲法相分类两方面来讲的 我们什么叫做有识法的谦语啊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他分两种 但这里也可以分两种 有识谦语 除无识 所谓有识法的谦语呢 当然萨迦班哲达自继自重 所谓的谦语可以包括在两个方面 有识谦语和无识谦语 然后有识谦语呢 我们心里面 执着有识法的时候 他就排除了 不能起作用的无识法的东西 全部都已经摒除了 比如说我执着瓶子 执着瓶子的时候 瓶子以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从无识法的角度来安理的 全部就摒除了 当然并不是说我执着瓶子的时候 诸子成为无识法 不是这个意思 从它不存在的侧面来叫做无识法 在这里面这个问题 没有搞清楚的话 好像这个无识法 比如说瓶子是我执着 我执着瓶子的时候 除了瓶子以外的非瓶 全部是无识法 那是不是人啊 牦牛啊 全部都变成无识法 因为是非瓶的缘故 这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为什么呢 它这里的非瓶 并不是值得牦牛 它只是其他法 不成立的范体 从这个角度来讲 排除无识法 所以它这里有识法的潜誉 对有识法中向的执着 然后这个中向的执着 叫做有识法的形式潜誉 这种概念 你在名言上或者你的口里面 称呼什么瓶子 柱子 这样称呼的时候 这种语言 叫做有识法的名言潜誉 应该这样来理解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分两种嘛 一个有识法的名言潜誉 和有识法的形式潜誉 其实有识法的名言潜誉 我们前面也讲了 应该包括在形式当中 因为生意的自相 名言的自相 不能排除外法 应该说它是一种形式的 怎么说 形式的一种影响 这样承认的 这是它的重的概念 也叫做法相 下面讲的分类 分类就是众所和别所 首先说是众所 由于显现 不显现 对境而分有两种 有识法的潜誉 其实从显现和不显现的角度来 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一个是外境的自相能显现的 显现的分别念的有识法 也有有识法的潜誉 还有对境的自相 不能显现的 比较隐蔽的有两种 所以我们有识法的潜誉 叫做现前前誉 现前前誉和隐蔽前誉 分两个方面来讲 下面 显现前誉和有识法的隐蔽前誉 两个分开 广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 叫做现前前誉 什么叫现前前誉呢 这个比较好懂 意思是什么呢 它这里显现和不显现 主要是十五的自相 自相如果显现 这叫做现前誉 如果自相一点都没有显现过 这叫做隐蔽前誉 那么什么是显现前誉呢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看见任何一个法的自相 这是显量见到的 然后显量见到以后 用分别念来进行分析 这是白色的东西 这是黑色的东西 这是蓝色 这是非蓝色 这是常有 这是非常有 对这个自相上 尽心破裂 尽心取舍 尽其所有的决定识 我们前面不是讲的 有一种叫做随显量依据识 随显量依据识 我们在这里叫做现前誉分别 那么这个当然有分两个 比如说我前面已经见到了柱子的自相 后来对柱子进行分别 这个是无常的 这个是常有 这种思维的分别念叫做 分别的显现前誉 如果我语言里面进行宣说 我刚才所看见的 这个显量的柱子是无常的 然后常有的等等 我这样来进行判断 这种语言叫做明言的显现前语 应该可以分两种 不管是怎么样 这种前语实际上是 判断事物的 繁体的一种有境 判断事物的繁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所谓的 前语范体 本来一个法是一个东西 它可以分很多的 很多的东西 可以归纳在一个法当中 那么这里一个法可以 它的范体上分了很多很多的 这样一来 显现的前语实际上是 也就是说 将对境的各种不同的范体 用分别念来进行分开 这样的一种有境 因此先无分别念面前现前 最后行事面前出现 但不管怎么样 作为从分别念 自己的角度来讲 以前你见过自相的法也好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自相的法也好 对分别念 自己本体的角度来讲 对事物的自相 从来没有了知过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有的分别念 并不知道外境的 真实的自相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有的分别念都是错乱性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 我亲自看见过柱子也好 亲自没有看见过柱子 凡是我现在认为的柱子 这个有境面前的对境 并不是自相 全部是前语 全部是分别念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下面讲的是 隐藏的分别念 也叫做隐蔽分别浅语吧 此知法相不显现 无论观待不待阴 皆为明言分别静 事故决定也浅语 那么这种浅语 实际上在前面没有经过显量 有这个差别 其他基本上都是分别念的对境 那么也就是说 外境自己的法相在分别念 不是 显量面前全然地布置 全然地没有显现 这样的 无论是你依靠 颜值的推理来了知火也好 没有依靠推理来了知火 执着分别念的 这种前语 这种名言也好 这种分别念 实际上也是前语 也是一种决定式 这个比较好懂吧 比如说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当然以前从众生的习气 或者几天之前 这个时候可能见过 但是正在那个时候没有见过 他这里的刹那 应该在这个无间当中没有见过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前面的显现前语师 首先我看见红色的柱子 然后我认为这是红色 不是红色 在不断地 它的相续不断的情况下 如果我这样判断 这个叫做显现的分别念 然后我前面 我就判断另一个东西 山上有盐 应该有火 这就是银币的一种分别念 为什么呢 当时在这个刹那的前面 我没有显量见过 当然我以前 我只要知道 这个盐是从火里面出来 以前是显量见过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 不在无银币的场合当中 这里稍微有一点差别 意思就是说 银币的这种前语 不管是你有观带阴也好 没有观带阴也好 凡是以分别念来 推出银币的对境 这样的分别念也好 这样的语言叫做 银币的分别前语 银币的明言前语 可以这样分 这些正以为是一个 决定性的缘故 全部是前语 前往根本不是 它是一种无分别 或者是形式 那么这种银币的前语 可以分三个方面 正是非正及二边 分别其实有三种 这是这种银币的 不管是你观带队里也好 不管是推理也好 应该是有三种的 比如说 我这个古老的水经当中 应该是有水 那么应该有水的 这样的分别念当中 不存在水的这种梵体 已经前语了 这叫做真实的前语 因为你当时所想的道理 实际上是符合实际情况 或者说 古老的经里面是本来有水 但是认为 古老的经里面肯定不会有水 这是一种颠倒的前语 本来是有水的 认为没有水 这是颠倒的前语嘛 这样的话 认为没有水 它虽然遣除了 有水的这种繁体 但实际上不符合实际道理 因此这叫做颠倒的前语 还有一种就是 犹豫式的前语 犹豫式的前语是什么呢 古老的经里面是有水 或者是无水 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个是牟尼两颗 三心而已的一颗心 那怎么会是 遣除它的违品呢 它也有遣除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不可能是有后无两颗 同一个世间当中产生 第一个世间当中 噢 古老的水境当中 应该有水吧 应该有水 在那个时候 它把无水的部分 已经遣除了 然后正在它的作用 没有失去的情况下 它就马上生起了 噢 可能没有水吧 可能没有水产生的时候 这种莲土产生的时候 你刚才有水的这种繁体 也已经遣除了 所以我们所谓的有余式 实际上也是一种潜余式 也是一种潜余式 因此刚才硬币的潜余式 实际上是分真实和颠倒 还有由于有三种 以取经的方式的角度来讲 有三种 这是刚才有始法的 名言和行事的潜余 那么下面无始法的 名言和行事的潜余 合起来先讲 也是应该有两种吧 首先是讲到法相 什么是无始法的潜余呢 无始潜余 除有始 那么无始法的潜余 刚才那个法相恰恰相反 刚才是有始法的潜余 排除无始法 现在无始法的潜余 排除有始法 刚才我们执着的是 柱子 瓶子 有始的东西 那个时候它未瓶的 无始和无助等等已经遣除了 现在我们反过来说 我所执着的东西 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我心里面执着为无瓶 没有瓶子的话 那个时候在那种潜余式面前 就是断除了它存在的东西 所以叫做无始的潜余 断除有始法 是这样的一种争议 那么这个分类呢 分类是 那么现在不是讲的 无始法的潜余 无始法的潜余 实际上他的娑婆娑脂存在的 就像无瓶 无瓶实际上在娑婆娑脂当中 存在的东西 这样无始法的潜余一种 还有在娑脂当中 不存在娑婆的什么呢 就是施女的儿子 施女的儿子的话 实际上在名言当中 也是在娑脂当中 不存在的娑婆 就是施女的儿子 头脚 这些是在名言当中也好 娑脂当中 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那么像施女儿子和头脚 或者是龟毛等等 这样根本不可能 在娑脂当中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娑婆法 也是我们在这里 可以列为无始前语 因为它自己本体不存在 比如说我心里面 想施女的儿子 实际上施女的儿子的话 我们在世间的所知当中 根本不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娑婆 这种也叫做无始前语 它遣除的是什么呢 它遣除除了施女儿子以外的东西 所知当中存在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物品 物品的话就是世间当中 有品管带而安立的物品 那么这种也是断除了 它的娑品 所以说我们语言当中 如果这样说 这叫做明言的无始前语 如果我们心的分别念当中 这样说 叫做什么 无始的分别前语 所以它的分类 大概应该这样了解 好 今天前语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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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